前南投縣長李朝青涉嫌是利用發包莫拉克風災重建工程的機會與其舊簡瑞其向承包商來說說回扣 涉犯111項的罪名 目前已經有11項的罪名是判刑16年6個月定驗 最高法院再判81罪定驗 累積的刑期超過400年 有近60名的美國和日本的國會議員在9號是以書面共同呼籲美國總統拜登以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應該要採取強而有力的外交手段取代阻礙和平的言行 避免中國大陸採取強硬的措施 以緩解美國和兩岸之間日益推高的緊張局勢 避免台海潛在的衝突發生 而國防部最近就修改說經濟弱勢的義務義男提前退伍的門檻取消義務義男 可以因為原本要負擔家庭生計主要責任之家屬死亡 或者是沒有其他家屬負擔家庭生計 或是依照這個家庭依社會救助法 合列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兩項可以提前申請退伍的條款 遭到外界質疑說 是不是因為國軍現在已經面臨到冰原吃緊的狀況呢 而綠營的立委賴瑞龍現在就強調 冰原不足不是事實 不要打擊國軍的士氣 但是網友卻指出說 在華盛頓郵報9天之前發布的新聞 的確就是有提到國軍兵員不足的問題 只算現在是在以美嗎 而前勞動部長許明春日前在一場參會上頭透露說 有意要投入民進黨的高雄市長的初選 知情人士今天就向平衛媒體中央社就指出說 許明春最近在高雄會對外說明參選這件事情 來關注到的這個是聯合報的社論指出說 民眾黨黨主席柯文哲所設置 金華城等等的三個弊案還就調查當中 那現在又傳出被爆出說總統大選的經費 是有多批款項帳目不清 鬧得滿城風雨 而時隔多日 柯文哲才召開的記者會進一步的說明 宣布這個備受爭議的募客公關要停止運作 清算之後的盈餘要捐作公益 然而此舉仍舊是不足以取信社會大眾 比起先前這個新竹市的前市長高鴻安 因為助理費遭了重判 此事對柯文哲以及民眾黨的形象的衝擊 恐怕遠遠超過千百倍 而針對民眾黨的政治獻金申報的爭議 昨天召開了記者會 全部都把錯推給會計師端木正式偏移行事 主持人李毅修歷史哥 在一起battle的節目當中就坦言 民眾黨真的很壞 居然全部甩鍋給會計師嗎 更多精彩的內容請您鎖定 週一到週五下午一點鐘 中天二台一起來battle 我蠻震驚的 我很震驚是我被端木正震驚的 柯文哲的進行團隊是有重大疏失嗎 你為什麼會 即使你把責任都推給會計師事務所 你怎麼會有找到這個會計師務所 會漏爆了兩千萬 這個當然是難辭其咎 我這邊公然嗆黃珊珊 跟公然嗆民眾黨這個記者會 你真的當別人都是battle嗎 有這種會計師這種帳嗎 你有種把端木正叫出來 端木正如果當場在記者會講這樣 他不用幹了 他這輩子被直接會計業直接除名 這件事讓我看到一個很壞 為什麼 因為這種處理方法就是因為 欺民眾黨的支持者年輕不懂事 可以這樣子犧牲小朋友嗎 而民眾黨在昨天下午的時候 就召開了克文哲總統大選的 政治獻金申報說明記者會 宣布整件事情的問題 都是出在會計師端木正漏爆款項 並且自行決定要調節申報的資料 但是指證帳目是有問題的活動廠商 尼奧時樂兩間公司 現在都被棋底這個負責人是戴麗玲 而且是時任競選總幹事 黃珊珊的閨蜜 媒體就有相關報導指出 戴麗玲當初拿出的這個相關的契約 單據喊約 就說不要再說她是山友友 或者是柯友友了 好 現在呢 這個昨天的民眾黨記者會 整場記者會聽下來 好像全部都想要把責任 推給這個會計師端木正 時事評論員謝寒冰就質疑說 到底是有哪個會計師 會做這樣的事情呢 除非會計師是有收錢做事 接下來他說的是 柯文哲恐怕是要小心 會把帳掛到對方的公司上 那如果事前是會過 顯然就是打過招呼 那為什麼這中間翻臉了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件事恐怕是要說清楚的 沒有哪個二百五 會計師會做這種事 我發覺你的帳目不清會怎麼樣 我直接退回去給你啊 你的財務去把他弄清楚啊 我會計師只是幫你認證而已 我還幫你做假帳 我瘋了嗎 我幹嘛做這件事 除非會計師有收錢做這件事 不然的話他為什麼要 他為什麼要拿自己 當會計師的信譽去跟你拚 他瘋了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目前 因為他們今天看記者 後來沒有把目證找來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柯P恐怕要小心 為什麼 第一個 照理來說 你今天會把一個帳去 你明明沒有跟這間公司有往來 可是你會把帳 掛到對方公司頭上 這代表什麼你知道 你們事前是智慧過 一定是這樣子 不然的話哪有人膽子這麼大 我根本沒有跟這家公司 有任何往來 我突然直接弄個帳丟給他 那這個公司要負責去繳稅 他瘋了嗎 顯然這是之前打過招呼 那為什麼後來會翻臉 為什麼現在這個公司到處去找人 找仁俊啊 找中小平啊 對啊 要去告 為什麼 這中間發生了什麼事 你們當初是怎麼講 我覺得這個東西要說清楚 這東西沒有說清楚的話 恐怕很難去解釋 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多奇怪的問題 然後那家時間公司 我剛剛也講 那個帳到底是什麼 你們沒說 他現在只告訴我說 15筆漏報 然後2筆誤報 誤報也有 對 那你只是告訴我說 錢的總數是對 問題錢的流向到底是什麼 然後黃國昌說 只是當初為了貪便宜 就是為了找這家木可公司 找他比較便宜 不是耶 這家公司叫木可 木可是什麼意思 就是他專門為 柯文哲成立的公司 我想這個不用解釋吧 木可就是柯嘛 對啊 所以很簡單嘛 你木可說 你不是專門為 柯文哲成立的公司 那你就要告訴我 你接著哪一家其他公司 其他公司或其他競選陣營的案 如果都沒有的話 你就是專門為了 柯文哲成立的公司嘛 我覺得現在恐怕 柯文哲要告訴我們 成立木可這家公司 到底是用誰的錢 是用民眾黨的錢 還是你個人私人的錢 還是你朋友李文忠的錢 我覺得這個東西都要釐清的 因為黨是不可以有黨營事業的 所以這到底算不算是黨營事業 那家時間公司 到底算不算是黨營事業 為什麼一個曾經已久的公司 會突然之間改變名稱 然後突然之間為民眾黨服務 這些都是問題啊 柯文哲現在被爆出 總統大選的政治獻金 假帳怡雲重重令人懷疑 這其中可能是涉及不法 資深媒體人周玉寇就說 他看完了昨天的記者會之後 就在臉書發文大酸 柯文哲說 歷史上的帳目說不清的長輩說 於文代罪說 那大水庫理論都已經落伍了 他認為柯文哲推出的會計師調節說 是最膽大包天 最文不對題的 自以為聰明 但其實看起來這個漏洞 是非常的多 柯文哲當年是以素人從政 打破了政治人物的框架 曾經贏得不少的掌聲 但現在是深陷做假仗的疑雲 爭議人物包括了高中同學李文宗 還有過去的台北市長任內的副手 黃珊珊 就連他太太陳佩琪要開小草咖啡廳 也飽受批評 用人的問題現在顯然就是他的致命傷了 好 當然現在呢 對於這個柯文哲身陷假仗疑雲 民進黨是樂見的 無非是希望民眾黨垮台之後的秩序重整 信心滿滿的希望小草可以回歸變輕鳥 那藍營恐怕就更弱勢了 那現在就有專家提醒 藍營必須要趕緊從大局來思考 柯文哲在昨天的記者會上頭就認了 政治先進的一千八百一十七萬元 申報登錄是有瑕疵錯誤的 對此就民眾黨的支持者就怒轟 柯文哲真的很差勁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被踢爆 在競選2024總統期間的帳戶 政治先進有造假疑慮 金額高達了數千萬 台北地檢署第一時間列他攢整辦 因為我就是看網路上看到 大家都說阿伯是一個正直人 所以我想說 這件事情讓我有一點驚訝 之前對他觀感都還滿好 只是今天聽到這個新聞 就是有一點點去驚嚇到 就是怎麼會這樣 對啊 就是滿驚訝的 也是驚訝 OK 為什麼 因為他之前就是一直形象都還不錯 阿進 為什麼 以為本來當初也是投他 但是沒想到他比藍綠太糟糕 有點不大相信 對 對 原因是什麼 就是因為我目前為止 都還沒有看到他一些負面的 所以第一次的反應 因為是不太相信 有點不知道是什麼 為什麼 因為在我眼裡他好像形象滿好的 OK 對 對 驚訝吧 對 就是年輕人大概就是都滿支持他的 可能就是有一些其他問題的時候 會有一些可能不一樣的想法 失望也是會有吧 對啊 那其他的就 其實自己本身也很少在關注一些 政治上的東西 可是我對他沒什麼 沒什麼 沒什麼好印象 柯文哲沒什麼好印象 對啊 真的有 有涉案的話就是查清楚 查清楚 對嘛 查清楚 如果 如果真的有犯罪的話 那就是 依法執行 柯文哲是有問題的 一定有問題的 要不然為什麼土力那麼重大 對 容積力有限度的 他一再擴充 對柯文哲是有影響 嗯 他的聲望啊 什麼 那個操守什麼的 對他印象 一定打折的啦 到最後也是魅亡啊 消滅的 誰會消滅 民眾黨啊 OK 那就是跟親民黨那個 宋子瑜一樣啊 對 不會存在的 不意外吧 我覺得每個都政治的原因 一定都會有一些 對啊 怎麼樣 就是 就可能評審 如果他常行好 然後被報酬 我覺得就 也不意外了 應該是 被害的吧 什麼意思 被害的吧 其實他選總統的時候 沒有嫌上 然後就是有點想 想害他 就是政黨的操作嘛 嗯 為什麼你會有這種感覺 年紀這麼大了 一看就知道啊 我聽到很早就說了 說什麼 就是要辦柯文哲 就是說 政黨倫理以後可能柯文哲就要糟糕了 OK OK 我跟你講後面好像還有吧 還有吧 你慢慢看了慢慢看了 下一個是誰 我們不知道我們怎麼跟人講咧 我們也不懂啊 就是肯定還有下一個 OK 肯定還有下一個 對不對 有知識者表示對柯文哲很失望 因為他之前還把票投給他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他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庫拉索蘆薈 含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Loyal Care 臨時擁有水潤 服務庫 自然是可以用有水潤的 潮的水潤 達到水潤的水潤